今年的佛丹文化座要为五月三号开始 古板七天的赶年发挥 跟欧年不一样的是 除了有会订计后 还有签证公益托波和信众预佛 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佛丹文化 佛丹是台湾中亚中亚信用 所以不做短信 可以说是佛丹信道相当中亚这里 起码市政府和佛丹文化座 到底古板佛丹文化座 为社会好评来努力 在五月三号到五月八号 在我们的市民广场 那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 我看到之前的规划里面 写的跟以往很多的不一样 不断有创意的花车的装扮 也有喜宴区 还有很多的创意文物 今年不然科大古板佛丹文化座 寄求台湾民众平安快乐以外 也希望可以让国家多人了解佛丹文化 还是不做资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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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我呃 当刚这个新北市佛教会理事长之后 我在我们所有里建市的支持下呢 我们一起结合就是想把佛丹 把它推上国际化 所以我们觉得国际化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开始从台湾 从新北市启动 这个是第一站 五月七号那天 民众可以到市民讲座 来庆祝参加玉佛大典 是在自己的心灵 也有千人来记好 另外外团帮展 还有佛丹动画和围电影 记者新众林金如新北市启动报道